今天为大家讲解小狮子凶针玩偶的勾制方法 在正式编制之前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小狮子凶针的图解 其中X为短针 Y为短针的加针 A为短针的减针 T为中长针 F为长针 我们先从小狮子的脸部开始 这里需要先勾五个锁针 先教大家一个起锁针的简单的方法 先打一个活结套在勾针上面 勾针放在线的上面 一时针绕线通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一个锁针就起好了 下面还需要再勾四个锁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锁针全部完成 锁针也叫辫子针 大家可以看一下锁针勾完后的形状 像一个一个的小辫子 下面我们就需要先调起锁针的礼衫来勾短针 小辫子上面的这一根线是锁针的礼衫 第一针是短针的夹针 短针夹针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勾两个短针 短针的勾法 挑起倒数第二个锁针的礼衫 把线勾出 现在勾针上面有两个线圈 绕线 通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一个短针就完成了 我们在这一个短针上面做记号扣 记号扣标记在短针形成的小辫子上面 再从这一个位置勾一个短针 这样一个短针的夹针就完成了 往下是两个短针 直接挑起下面两个锁针的礼衫勾短针就可以 一个 两个 接着是在同一个针目勾四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四个短针勾完后 我们就来到了锁针的另一侧 这一侧仍然是需要调起锁针剩下的两根线来勾之就可以 这一侧的针法和上面的这一侧针法对称 先勾两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的夹针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短针对应一个V形的小辫子 一个小辫子也就是一个针目 我们来数一下这一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这一圈一共有十二个针目 注意新手每勾完一圈一定要养成数针目的习惯防止出错 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做引拔 勾针穿入记号扣的位置 把线勾出 直接通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个就是引拔针形成的小辫子 因为它没有相对应的短针 因此不算作一针 引拔针一定要拉紧 不然下一圈容易多勾 大家看这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 接着开始第二圈 6X位括号里面为一组 表示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样的一组一共重复六组 全部勾完总针数为18针 先立一个锁针为起立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在这一针上面做标记 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挑起这样的两根线也就是一个针目 勾两个短针 这样一个加针就完成了 继续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再往下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剩下的四组按照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样的规律勾完 最后一个加针勾完后 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 到这里第二圈就完成了 第三圈为18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请大家按照之前勾短针的方法 一针对应一针继续勾制完 这八个不加不减的短针勾完后 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 这样第三圈就已经完成了 接着看第四圈 第四圈是每隔两针加一针 为了加针的位置和上一圈的加针位置错开 我们按照X为5 2X为X 这个图解来勾知 全部勾完总针数为24针 先立一个锁针为起离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短针 做标记 在相邻的针目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接着再勾两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完成后 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这一圈的规律是隔二加一 即勾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个加针 我们在一开始勾了一个短针 所以在这一圈的最后 还会有一个短针 正好补齐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请大家按照格二加一的规律 勾完这一圈 还有最后一个加针 我们把它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加针以后 剩下一个短针 这一个短针 加上一开始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正好是两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印拔 到这里 我们来总结一下编织规律 从第二圈开始加针 每隔一针加一针 后面跟着是18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第四圈是隔两针加一针 然后再跟一圈不加不减的短针 六圈每隔三针加一针 跟着还是不加不减的短针 请大家按照图解 勾完第五圈到第九圈 勾之方法非常简单 都是短针和短针的加针 这里我就不再一一重复 这里我已经勾完了第五圈到第九圈 织物的形状像一个小碗 我们在这一面做记号扣 做记号扣的这一面为正面 勾之的过程中 正面始终对着自己 通过观察可以看出正面的纹路 清晰规律反面的纹路比较模糊 到这里 加针的部分已经完成 下面是减针的部分 第十圈为六三XA 每隔三针减一针 一共有六组 全不勾完总针数为24针 先立一个锁针为起离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 做标记 往下再勾两个短针 一针 两针 在相邻的针目勾一个短针的减针 减针的勾法 挑起上一圈针目 把线勾出 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 接着再挑起下一针短针的针目 把线勾出 现在勾针上面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通过三个线圈 这样一个短针的减针就完成了 对圈的规律是 隔三减一 请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这一圈勾完 最后一个减针完成后 引拔 这样第十圈就完成了 第十一圈 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 方法和上述相同 为了这一圈的减针位置 和下面的减针位置错开 我们依然要按照 xa52xax 这个图解来勾之 全部勾完总针数为18针 先立一个锁针为起立针 先勾一个短针 做标记 往下勾一个短针的减针 接着是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 再勾一个短针的减针 这一圈的规律 是隔二减一 我们在一开始 勾了一个短针 所以在这一圈的最后 还会有一个短针 正好补齐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请大家再按照 隔二减一的规律 勾完这一圈 扣一个减针 还剩下一个针目 我们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这一个短针 加上开始的一个短针 正好补齐两个短针 引拔 拉紧 大家看 这就是第十一圈完成后的样子 第十二圈为隔一针 减一针 全部勾完总针数为十二针 我们继续把第十二圈勾完 最后一圈引拔完成后 勾一个锁针 留出大约三十厘米的线 直接剪断就可以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塞入填充棉 塞完以后 对折 我们来进行缝合 像这样 一直重复同一个方向的缝合 为卷针缝合 缝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每一针都要将线拉紧 为了避免 针脚松散不一 最后的位置 要多缝合几次 最后断线 藏好线头 这样 小狮子的脸部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看棕毛的部分 这里需要掀起 32个锁针 我已经将32个锁针勾完 手尾相连 在第一针的位置 引拔成圈 第一针为中长针 中长针的长度 相当于两个锁针 所以我们需要先起 两个锁针为起立针 中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线 调起第一个锁针的理针 也就是最后引拔的位置 把线勾出 现在勾针上面有三个线圈 绕线 一次通过三个线圈 这样一个中长针就完成了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 勾三个长针 长针的勾法和中长针的勾法类似 勾针绕线 调起下一个针目的理针 把线勾出 勾针绕线 先通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 通过剩下的两个线圈 这样一个长针就完成了 再勾两个长针 第二个 再从同一个位置 勾 最后一个 好了 三个长针完成后 再从下一个针目 勾一个中长针 再往下 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和一个引拔针 为一组 一共重复八组 我们继续把这剩下的七组勾完 棕毛的最后一组 引拔完成后 再勾一个锁针 直接断线就可以 大家看 这就是棕毛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耳朵的部分 耳朵需要用到的是 环形起针 首先预留出 大约15厘米左右的线头 用拇指和中指捏住 在食指上面绕三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短线头再用拇指和中指捏住 现在食指上面有三个线圈 勾针从前两个线圈的下面穿过 放在第三个线圈的上面 将第三个线圈勾出 挑起 现在勾针上有一个线圈 勾针放在长线的下面 把线勾出 通过勾针上的线圈 环形起针完成 右手捏住最中间的位置 把起好的针从食指上面取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环形起针一共有两部分组成 上面是勾针上的一个线圈 下面是有两根线组成的大的线环 我们开始勾第一圈 6X 即6个短针 勾针穿过大洞 把线勾出 勾针绕线 通过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样一个短针就完成了 我们 还需要再勾五个短针 全部完成后 我们来收紧线圈 首先轻轻拉一下线头 这时有一根线圈在活动 用力拉紧 活动的线圈 再拉紧线头 直到线头完全收紧 这里不用引拔 直接断线就可以 嘴巴同样都是环形起针 第一圈勾完后 需要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 嘴巴的第二圈 左侧和右侧 针法相反 用到的主要针法有 短针 短针的加针和浅针 由于我们之前都讲过 所以这里我不再重复讲解 大家可以参考图解 继续勾完 两个嘴巴勾完以后 勾一个锁针 直接断线就可以 小狮子的各个部分 我们已经勾完了 下面我们开始来进行安装 这里我已经标记好了 眼睛的位置 眼睛安装在头部的第六行到七行 嘴巴安装在头部的第九到十一行 耳朵安装在第三到五行 我们先把小狮子的头部 安装在棕毛上面 这里用热绒胶 嘴巴安装在九到十一行 在两个嘴巴的中间 安装鼻子 用腮红来装饰 最后我们用缝合针或者热绒胶 把别针安装在小狮子的背面 安装的时候要尽量往上粘一些 好了 这个可爱的小狮子胸针就完成了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作品 请给我点个赞 关注我一下 后面我会更新更多精彩有趣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 请给我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